台北市長柯文哲 和副市長黃珊珊 穿起防疫衣 戴起手套 六號晚間 他們來到台北市 一處防疫旅館 視察防疫流程 並且檢視防疫旅館人員的 防疫衣穿脫 以及相關的消毒程序 但外界同樣關心的 是先前李兵積疑柯文哲 說機組員接種排序 比醫護還優先 會讓國際笑死 被問到這問題 柯文哲態度強硬 回嗆李兵穎 你明天再去問他一遍 他就不會這樣 如果在 擺在 比方說在印度 那當然是醫護人員記憶線 因為他不設防疫 可是台灣在過去年當中 我們是有很特殊的 這種防疫模式 我們是把 因為我們的內部是乾淨的 外面才有感染的病例 柯文哲認為 疫苗的施打順序 應該因地質疑 以台灣來說 讓機組員先接種 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的回答 也等於打臉了李兵穎 另外由於華航 和諾富特飯店群聚持續擴大 台北市政府 為了避免步上桃園的後塵 拍板宣布 全市的防疫旅館 將不再受理分層分流 只有純防疫旅館 和一般旅館的差別 經過初步詢問 現在施行分層分流的 六家旅館 已經有三家旅館 同意配合 在這裡 旅館的家旅館